我比較不能接受的點 就是當我聽到這一句話的時候 等等 什麼叫做 大的要讓小的 對 小的比較小 對 不是 這是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大的讓小 大人就比較小 對不對 不能這樣子嘛 會很重要 因為小的當時 去教育小朋友會很好 對 而不是說小的就特別霸道 要特別被寵愛 溺愛的樣子 妳比較厲害 妳比較厲害 都要自己做 都要我的事情 要溝通對不對 槍口要一致 對不對 老師 老師妳的感覺 我是覺得跟大的講說 弟弟比較小 或者妹妹比較小 妳應該要讓他一下 應該要講 妳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親夫的事妳就是 我覺得是妳就是旁觀 就有一次就是說 因為那個小孩 一兩歲 兩三歲的時候 很煩 因為不跟你玩這個 叫你跟你玩這個 三分鐘就不可以玩了 有時候這個 妳就被他搞得很頭痛 最後沒有辦法 他就又開始要怎樣的時候 我剛好手機 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就拿起來看 他就要看手機 因為裡面有他的照片 他記得 上次他記得 所以他說要看 所以妳就 因為我知道他們不給他看手機 所以我就 因為媳婦在廚房不知道 我就偷偷給他看 結果媳婦其實 偷偷抓住 其實都很敏銳在注意 所以就來說 媽媽妳怎麼 妳怎麼都沒有給他看 那個看得這麼小 看得那個手機 那個 眼睛會壞掉 對 好 但是每兩三個禮拜 我又去他家說 他們不但給他看那個iPad 而且一直看 吃飯也看 吃東西一個看 兩種標準 對 所以他的控訴是什麼 為什麼那麼寵他 因為他就說 妳不能亂寵 但是他自己也給他看 但是他自己是他自己 他是他媽 他是媽媽 他是他媽媽 這樣不一樣 對 要不要拍照也很難做 所以妳就覺得說 妳到底要不要教養他 提到3C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說 本來 比如說手機 或是平板這種事情 真的不能夠讓小朋友 太早的去接觸 因為如果太早接觸的話 其實小朋友 他吸收的東西就很多 像有時候我岳父啊 他有時候在那邊滑手機 滑在那邊滑抖音 滑滑滑滑滑滑 小朋友就會湊到旁邊去看嘛 湊到旁邊去看看 然後後來呢 看了之後就有點成癮症 那裡面好笑的東西 他也會記得 那有時候我在開車 開長途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在後座 然後就一直講一些梗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梗就覺得說 不是他們這個年紀 或是在同儕裡面 會去出現的一些話語 對 然後我就 我就回頭 我就問白話 我說優優你剛剛學那個 是從哪裡學來的 沒有啊 就爺爺在那邊看手機 我就在那邊看啊 然後我就 我就把這件事情 我就寄在腦袋瓜裡面 那其實我們家的溝通方式是這樣 我不會直接跟岳父講 是 我會睡前的時候呢 我會跟小可 去跟他做一番溝通 我說今天在車上的時候 我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說你要不要跟爸爸溝通一下 就是以後如果他在滑手機 或是在點開什麼訊息的時候 有一些什麼聲音 要避開一下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還是會湊過去看 對 那太早介入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不是那麼好的啦 是是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來自不同的家庭 對 那如果說 在生活上或者是在教育上 有沒有什麼是 你比較不能接受的點有嗎 我比較不能接受的點 就是當我聽到這一句話的時候 什麼叫做大的要讓小的 對 小的比較小 對 不是 這是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大的讓小 大人就比較小 對不對 不能這樣子 在我們家的教育裡面是這樣 玩具 三個小朋友都可以玩 沒有說這個是哥哥的 這是妹妹的 這是弟弟的 然後弟弟要玩哥哥的就不行 沒有 誰先拿到誰就先玩 對不對 那玩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玩膩了 那另外一個人就可以玩 這可以輪流的嘛 這樣這種教育 小的以後出色會很麻煩 他到學校都覺得說 你們都要讓我 因為他在家裡是會讓你 所以不能夠大的讓小的 大的沒有一定要讓小的 要懂得分享 對 像有一次在家裡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個狀況是 我們大家在客廳裡面看電視 我跟岳父在看電視 那小朋友就在後面玩玩具 然後玩玩具玩玩玩玩 然後小的就跑去 拿了哥哥的玩具玩 然後大的就在那邊不開心這樣子 於是我岳父就冒出了這一句話 哥哥 你就讓人家弟弟會怎麼樣 對嗎 然後我就在旁邊聽到 我就 整個大傻眼 我就 但是我又不作聲色 我又不能講什麼 是啊 好了 於是就這樣子 那兩個就在那邊鬧 鬧完了之後 弟弟就被桌上的 鹹酥雞就吸引過去了 弟弟就過去吃鹹酥雞了 然後就不玩玩具了 大傑就不玩玩具了 然後剩下最後一塊鹹酥雞的時候 老大又突然過來 然後拿著桌上的鹹酥雞 就是要吃 然後小的在那邊哇哇叫 然後這時候爸爸又出現了 你大的讓小的會是怎樣 他沒有看前面的故事 對 他沒有看那個前因後果 那就是一直要 全部都小的吃掉了啦 對 全部都是要大的讓小的 大的讓小的 好啦 那一天晚了之後 睡覺前 我又跟小可來一個 促膝常談 對 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我說我們同理性看待 我說你看 你也是姊姊對不對 那你從小也是被爸爸這樣教的 他說沒錯 從小我爸爸就是這樣跟我講 什麼東西要讓弟弟 什麼東西要讓弟弟 我說不行 我說這樣的話其實 哥哥也很受傷 哥哥會很受傷 會覺得 我比較衰 我也不想當哥哥 為什麼當哥哥出來 一定都要讓小的 對不對 那於是就讓 我就讓小可 再去跟岳父溝通這一點 對 就講說 我們家吃的 用的 玩的 都一樣 大家都一視同仁 誰先拿到 誰就先用 那你用完一段時間之後 就可以換另外一個人 輪流完這樣子 就是有做一個良性的溝通 我覺得很重要 是 會想當時去教育小朋友 會很好 對 而不是說小的就特別霸道 他特別被寵愛 溺愛 那是我說 你比較會打 都自己打 我就知道我的事情 要溝通 對不對 槍口要一致 對不對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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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感覺 我是覺得跟大的講說 弟弟比較小 或者妹妹比較小 你應該要讓他一下 應該要講 但是對小的來講 你也應該要講說 這個玩具本來就是哥哥的 他是哭你玩的 所以你玩好 一下子就要給哥哥玩 對 所以兩邊都要講 沒錯 不然 因為 不然大的會後面 爸媽媽沒看到的時候 打小的 打小的 然後 小的又會就變成很八道 他覺得我哭就好了 我就在地上救不起來 因為哥哥不讓我 所以兩邊都要講 而且我聽過很多 大讓小的這種不成立 是因為很多小的個性 都比較嗆 比較兇 什麼他都要拚 就覺得理所當然 我最小 所以大家都要讓我 有一次我們家哥哥的弟弟吵架 然後哥哥哭得要死要活 弟弟就反而就沒事 我想說為什麼能哭 可以吵成這樣子 然後弟弟就說 哥哥就說 他剛剛打我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你是哥哥 你怎麼不讓他呢 說我讓了 他一直掀開在流血 對 所以弟弟其實是比較兇的 是 所以你不能跟他說什麼 就是哥哥長弟弟